做肠镜 做那个肠镜 第一次做肠镜 应该是45岁或46岁 我都50多岁才第一次做肠镜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细肉 那个细肉变成 有埃细胞 然后那个埃细胞是 一级当时诊断 然后做了肠镜的手术以后 在开着做手术 然后做了大肠手术 就是医生说没有事 你啥事没有 你那个一级 什么也不用吃药 什么都不用做 结果三年没有follow up 没有跟踪 也没太认真对待 然后2016年就算重新复发 然后2016年无意中发现 这个双肺 都有癌细胞 无意中发现 然后 腫瘤了 不过癌细胞了 腫瘤了 有Nudule 就是有腫瘤一块 那个25 最大的是25毫米 然后 然后一查那个火简 说是肠癌转到那里 是这样发现的 从此以后 2016年就开始化疗 在City Hope 就希望之城 在加州这个希望之城 做那个 化疗大概三个月是吧 然后头发都掉了等等 City Hope 也不错 医生也很好 就是说 他们的系统有些 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碰到这个 大肠医生 给我做 Order那个药的 那个医生 他非常好 我的药 他会加量的那种做 就一下子 一次 第二次就 头发全掉了 就是剂量特别大 他说你还年轻 身体还好 这样 但是我们就最后 化疗 他说你能缩一些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做手术 等我们做了快三个月的化疗以后 那个最大的tumor 就是没有太缩 说了很少 百分之多少了 很少 不太缩 那个大小 然后我们就准备做手术 这个时候 跟那个 City Hope 那个手术医生 见面的时候 他就说 要做 用那个 电 City Hope 他要用那种叫 就是 机器手 用机器手来手术 不是开放 反正他那个计划 我们觉得 不是很满意 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就准备 就寻找 第二这个 看别的医生 别的医院怎么说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计划 这个时候 我们就找到 MD Anderson 是吧 对 没事 就找到MD Anderson 8月份的时候 2016年8月份 我们就来到MD Anderson 这时候我们 遇到一个更好的 癌症医生 大肠镜医生 和手术大夫 在这里做的手术 所以我们感觉 是MD Anderson 是真的非常好 手术医生 记住也好 那个常境大夫也好 他们的也很care 就是 然后给你很多希望 就说不要放弃 我们有很多新药 好多新药 这样做 但是最主要的是 永远保持这个 就是坚强吧 坚持就说 不能轻易就 就说我不行了 倒下了 还有好多 朋友和同志 还有好多 pray 好多祈祷等等 大概是这样经历 然后最主要是 家庭 我的老公 很 不离不弃 他在守 守护着我 然后 说得很 这么对吧 大概是这样 就是 整个经历呢 我大概可以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 发现 发现的时候呢 就挺特殊了 第一次发现呢 是 好像那年 我做正常的常境 因为他那个 医院的护士那时候 太忙 这样我去做常境呢 我说你也跟着一起做吧 对 忘了这个 第二 你就说一起来查一下 可能有好处 结果一查呢 我这个老是闹肚子 老是什么样的 那个怀疑可能有癌症呢 没怎么地 没事 把他一查 说 有那个 有 有 变血的那种现象 继续查 就发现有一个是 膝肉 转变成那个 癌的那种病变了 这就是在发现的时候 就 一次做的手术说 一级 所以有些大夫 他们是不太负责任的 我说话是负责任的 他就说 一级 你就不用太担心 因为他在做这个时候 作为一个病人家属 好像是 更着急 我就问他 他说 就当没发生过 就这样 反正他说了 大夫说了 咱们去重认 相信大夫吧 就是他说呢 就算了 就没严密跟踪 这是在发现的时候 第一次做了大肠 切除一部分手术 然后三年就没跟踪 观察 这就是我有点 包围员的医生 他那个话有点 太让我大意了 这就凯尔 对 凯尔 哪个医院我就不说了 下一步呢 发现的时候更有意思 他每天上班 他总说驼背 我说那你既然是驼背 拉了弹杠吧 上公团走的时候 我就 我就让他去拉弹杠 哎 他在上够不着啊 他那个弹杠挺高的 我就用手这么 一掐他往上一举 哎 麻烦了 回到家 他说我肋疼 肋骨疼 肋骨疼 后来说疼还挺厉害 越来越厉害 说上班 在照顾病人 翻身啊 那就困难 那就查一下吧 这就是在发现过程当中 那一查 哎 说不对啊 肋骨呢 是有 有那个 骨折的现象 结果呢 说 背上还有东西 哎 在没做之前 我一天啊 哎 我说这下糟了 我惹祸了 感觉很内疚 啊 肋骨还掐断了 你说说 一天 赔礼道歉呢 对不起啊 怎么怎么的啊 有一周时间 一周吗 有一周 啊 那可能是 再 对不起啊 后来 再查 给他举起来 啊 是因为发现 整个发现过程呢 发现 肺上 左肺 右肺 全有那种 肿瘤 然后再进一步的 在做癌症 筛查 病理切片 实验 说 全都是 恶性肿瘤 也就是 后来 大肠 还 转移到肺上来了 四级 最后一级 晚期 哎呀 这下火上大了 这就赶紧 就是转入 开始就是 发现过程 到 转入 开始准备 治疗了 治疗呢 在 Cit Hope 他用那种 化疗 他大夫 我就说 大夫手太黑 怎么重大的 药量 把人打的 几天就不像样 大夫说的 你 第一身体素质好 第二 年纪 也好 第三 你可能 比别人要恢复的 但是 遭受的打击 也大 整个肝呢 伤害 什么 非常大 对 这样呢 就是在 Cit Hope 做了 三个月 三个月 也就是说 主治化疗 那段 就开始了 化疗以后 他说 会减少 25% 那是最少的 多的呢 还要 减少 那总流面积 还要大 它的体积呀 减少 总流体积 还要 再进一步 给它缩小 大概是 又经历了 最后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 等待 手术 手术时候呢 就发现 跟手术医生谈呢 哎 手术医生说 你这样吧 我们 有几种手术方案 一个是 人工 就是 开背 咱们以前叫开胸 现在实际上是 开背 从后背 做肺部的 切除手术 而且可能是 肺叶呢 大概也要有 切除的 就是两种 就是 当时是这么说 我回家 后来就问他 我问他说 哪一种手术 会好的 他建议呢 还是用那种 机器手 用机器手来手术 机器手手术呢 后来我说 这我也 咱们也不懂 也没问过 那就 再 再找一找吧 后来又找到 MD Anderson 这样就 上他那再问 到他那 那个大夫呢 说 你这个我 需要做 人工手术 我不做 那种 机器手术手术 因为人工手术呢 和他有区别 他会跟你讲了 到时候 就给我们讲 他的区别在于 人工呢 可以 手来感觉 探索 那个 肿瘤的 因为他做片 就已经看着 肿瘤的地方了 好 你们好 他这样呢 你在那个 人工手术呢 防止有重叠的 比方说 肿瘤啊 还有重叠 这样 人工手术的 那个 比较好 现在咱们就谈到 那个 治疗过程了 是啊 先是化疗 而且是 根据身体素质啊 他给的药量 是不一样的 然后在 这是 治疗过程当中 挺遭罪 嗯 还是说 还得把我也说 你吗 帮你化疗以后 那个 说 哎呀 那最糟的 对 很遭罪 啊 化疗是不是 最糟罪了 咱讲讲 麻烦点 我讲讲过程啊 他那个 化疗大概 他那个 药物以后 恶劲 手麻 没劲 脱发 反正整个人 就一下子 就垮了 没有力 嗯 吃东西 吃多少 脱多少 最终恶劲 呃 后来我问他 想 想吃的什么 他说 想吃那个 清淡 那还得需要营养呢 还要蛋白呢 啊 琢磨琢磨说 这样 咱们做那个 雪鱼 蒸的雪鱼 清淡 对 雪鱼清蒸 就大家给推荐一点 那个 吃的食品方面啊 这咱们就随便谈了哈 呃 他就喜欢吃那种 雪鱼 我这样 我说把那个姜汁 姜 切得细细的丝 放点盐 然后把那个雪鱼 给它蒸 蒸熟了以后 正好姜丝也都蒸进去了 再放 放醋 他喜欢吃醋 酸酸那就不恶心 那个是为了增加蛋白啊 还是胶原 反正当时 人家那个也没有影响 营养那个 说 但是大夫顺便说 几句说 你得有这个蛋白质啊 还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还要面临着 下一步要手术啊 你提前要 要保持好身体的那个状态 这样一吃那个姜丝 清蒸雪鱼肉 挺喜欢吃 开胃口了 能吃下饭 能吃下的了 这 后来就是 再把那个姜 给它切成碎面 用一个密封盒 里边倒上老醋 没事 他要难受的时候 还喝一口 这是按照我们那个 以前山东和东北 那些个 特殊口味 就不恶心 对 按照特殊口味 当然是东北人 他他 他那口味也不一样啊 他就喜欢这样 对不起 哎 胃口开一点了 慢慢好办了 就坚持着把这个化疗 三个多月吧 熬过去 熬过去了 这是最难熬一个 我今天鼻子不好 这是说到 开始治疗这一段 后来就是说 到手术那 MD Anderson这个大夫 开头说 哎呀 我这人还奇怪 我看那一个 一个女大夫 她说话什么的 也不是那个 那种像男大夫 底细那么足的 我说这 我有点担心 后来人家大夫说 他说我给你 开背手术以后呢 我手小 拉开的伤口又小 男的呢 要稍微大一点 后来说 哎呀 哪个好 也不知道 干脆去认他了 做手术 一次手术 不用太担心 手术上 他那个 我看他们底细都挺足的 当时 在外边等着 大概是四五个小时 和一共 连麻醉进去 在 一直到出来 大概是一上午啊 中午下午 真正在手术台上 还不是那么长时间 因为这里边有个麻醉 和清醒过程 清醒以后 大夫会跟我讲 什么什么情况 这面手术呢 并不是肺液切除 而是肿瘤 只是肿瘤栽除 而且他说 你放心 我这面 给你摘得非常干净了 做个手术的 对 用手感 来感觉里边的肿瘤 他说 你不用担心 这个 我已经摘得挺干净 等到 另一侧的肺 再手术 我还是一样做 对 两个 嗯 他那个手术 咱再说说 他手术挺怪啊 又不风筝 又不什么 在医院 刷了手术台 回到病房 几个小时 大概 完了就开始让你 浑身那些个管 什么都带着 就开始在走廊里 来回就开始走了 我说 这可了不得 站起来走 只要是刚刚手术完了 你说伤口要崩开 或者肺部有受 再受伤害怎么办 就 有点 我 因为我护理 这 一直在跟着 我也挺了解 他们这些情况 大夫和护士都说 你不用担心 你担心啥 我们不比你懂啊 我们让他走 我们就有把握 哎呀 我一听也对 行了 就开始在走廊里 就走来走去 第二天 出院 第二天去 带着一点止疼药 这 我说这美国人 那肺部 有摘除那些个 肺部手术 还得要从后背 开一个 很长很长 在那个肩胛骨下边 开一个很长很长 大疤 然后把骨头扒开 这是大夫跟我说 手才能伸到里边 去感觉肺上的东西 然后开始做手术 手术完了 还能感觉 而你今天 下午就让走 第二天就出院了 这能行 没事 没事 医生护士都是没事 出院就出院 然后你就准备 等着下一次 预约时间 大夫告诉你 在多长时间内 可以做另一侧的肺部手术 好 肺部手术呢 第二次 隔了多长时间 我又来忘了 三个月 嗯 就隔了三个月 你恢复体质以后 又坐在左边 对 然后又坐在那边 嗯 对 嗯 那次做了 哎 这回就和那边 整个过程是一样 只不左右不同 嗯 嗯 啊 又经过一段恢复以后 嗯 恢复 锻炼 大概也是 也是多长时间 大夫要求 一定要锻炼 不要怕那个受伤啊 伤害啊 什么的 一定要 最起码能走 能动 千万要这样 嗯 因为几年 大概几年六七年过一路啊 有些是 七年了 也记不太清楚 只不过大家就是 后来说讲一讲 我们俩就仔细回一回 那我毕竟啥不哭的吧 他脑筋记忆力好 他呢 对 现在记忆力呢 不如以前 啊 啊 这说到那个 二次手术 手术好以后呢 手术完以后 他照样说一样的话 他说 啊 你这个 不用担心 我已经能够感觉到 你这全都切除 干净 啊 我们说那好吧 因为我们家是 他 我们是在加州工作 然后到 到 到 不是 到 到 做的手术 我们家呢 是在亚特兰大 大概开车 十几个小时吧 八百多英里 到亚特兰大 说这样吧 恢复一段时间以后 咱们就回家吧 回家家里住 每三个星期 要开车一趟 重新再回 回到那个 休斯顿 复查 第一次复查 三个星期一次 我们做完了 做完手术 不常 等待恢复 准备回家的时候 开车 刚刚上路 那手术大夫 就打电话来了 手术大夫说 哎 知道吗 好消息 告诉你 好消息 啊 你那个 病理切片 啊 那叫什么 就 切片吗 切片 对啊 就是生理化验 你的癌细胞 已经被 打死了 95% 基本是死的了 对 那个东西 可恨的那个东西 嗯 对癌细胞 走 哎呀 给我俩高兴了 嗯 正在开高速的时候 打个电话 你大夫就说 这个在告诉你 这个好消息 剩下的 就是 你自己 去 去坚持锻炼 还有跟着的 口服化疗药 还有 就是跟踪 那个 跟踪腐查 对 嗯 这样 一步一步的 走过来 当时 当时一听说 他就又说到那种 一听说 他这种 这种情况 大肠癌 四肌 晚期 哎呀 真的是 嗯 绝望 嗯 对 那时候 真是 绝望 那个 这 没办法啊 啊 我也得了焦虑症了 当年 现在也有 现在也有 从那儿得的焦虑症和高血压 焦虑症 到现在还得吃药了 反正是 有一点 就是 你不管是 信主啊 还是信神啊 还是不信神 在你自己战胜不了的时候 就得有一个 就得有一个 经历意图 对 你接受 啊 好 老周就说 我记得说 他在那 擦眼泪 就是说 这个坚强 坚持下去 这个希望 和相信 我自己一定会好 相信医生 然后 家庭 和朋友的 Pray 就是祈祷 祈祷神 相信神 然后 这个精神制度 非常重要 我们就是这样过来 因为当时 我还有个老娘 九十多岁 我就想 我要死了 怎么办 对 到时候 要祈祷 好多祈祷 对 要祈祷 要 要那个 相信 会得到帮助的 这样 你就说 冥冥之中 你的心里边 会踏实很多 对 嗯 哎 当年咱们 那个 还上那个 Joseph那个教堂啊 我们也 到时候也是 经常这样 还怎么样呢 大Church 啊 所以有一点 就是说 在你自己 都感觉绝望的时候 你就得伸手 去求 求上帝 求上天 来帮帮你了 嗯 这时候 你需要帮助了 我认为 我那时候 需要帮助 所以我就 啊 就祈祷 说 得帮帮我了 啊 还有在 吃的方面呢 反正我 这这两项呢 做饭 他可以 喜欢做 啊 喜欢做啊 给他做营养啊 呃 家属的 我 我 我有三十多年的 歇史 哎 记了四四十五次 最后还是 记不了 烟也记了 在这里 记了烟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听 肺上还 还出问题了 那肺伤害多大 哎 这样是呢 烟也记了 也没肺太大劲 不是说挺费劲的 那种 哎 没太费劲 这烟也记了 啊 我自己烟记了 对我也好多啊 你看 然后呢 帮着 帮着 再做一些个饭呢 呃 没事 再陪着走一走啊 反正那时候 也没什么别的 在 在别的设施了 就是希望 他能康复回来 对 有的大夫甚至告诉我 我认识大夫 咱也不提人名了啊 就说 你这个三个月 你就准备 后事 就准备 你好像 回家都回不成了 对 嗯 在加州这块时候 因为加州到亚特兰大 挺远的路程 他说你回家都危险 你说那个情况 他能不 绝望 能不绝望吗 哎 那个 谁没碰上 谁不知道 对 等到你碰上了 看着自己的亲人 那么折磨 哎 哎呀 就是 总之啊 大概是这样 然后就是我们的经历 给大家说 通过我们的经历 告诉大家 因为我在Emily Anderson 那个中国那个8181那 住过一段手术的时候 好多中国病人来了 都是说到 我的医生不好 或者我不喜欢这个医生 或者这医生怎么样 不敢换医生 癌症那个 的医生 我们的 在美国 因为我们在美国 三十来年了 就说知道 告诉大家 新来的中国病人 或怎么样 不要怕得罪 不要用中国的观念 来想他们 觉得这医生 不合适你 或怎么样 赶快换掉 美国人 不care 那个 换掉医生 换到直到 你找到一个满意的 大夫 啊 对不起啊 嗯 好在就是说 现在 都说 大肠癌呢 是癌症 是癌症里边 最常见的 如果是一定要得癌症 反正就这么说了 一定要得癌症 那咱就得大肠癌 对 那大肠癌这个东西 现在看起来 并不是很可怕 对 因为我们一起经历过那几个啊 现在都没事 都很健康 都已经算是痊愈 因为七年不再用 七年不用药了 七年 已经算痊愈了 该上班的上班 该工作的工作 还有那些个美国人 在牧场 自己家养牛的什么玩意儿啊 告诉我们 现在牛也长得也挺好 我们也在 生活都正常了 大肠癌 我总感觉 提起大肠癌了 这个东西挺可恨 但是呢 也挺幸运 就是大肠癌 对 这个人类对大肠癌的研究 特别多 特别多 尤其是美国这块 我们去MD Anderson的时候 大夫就说 第一次用药是普通用药 说我就担心 我这时候是担心型 我是说 消灵症就这么来的了 本来 不该发生的事儿绝了 好像还发生了 就跟他说 我说 这 这 说到哪儿 就哭了 最普通的 我们的癌症医生说 你这个药 后边有好多新药 但是我给你用的 都是最普通 经过二三十年的经验 最成功的一种药 你这个药不好使 后边 那PIPLINE 他说我那后边 那个有的是 很多新药 我们在研究 老多办法 你放心 他说我们有很多办法 对 来对付它 对 你只是用最普通的 好 现在看起来 确实是 寻求另外的 不要 不要做 就是一个医院 寻求另外的 找不同的医院 找不同的 看别的医生 这个处置方法 会不一样 对 对 对 大概讲的 也就是这些吧 就感觉好像是 人不经历是不知道 经历的时候呢 都有点 有点 错不 错不及防 那个劲儿 嗯 嗯 非常悲观 但是经历过 这些个 该怎么样去治啊 该怎么样去 预防啊 还怎么样 我认为啊 大肠癌 可以治疗 有很多希望 对 大概是这样 大家要是说 还有问题 我们说的 这么多年 又回忆起来 还挺 还挺难受 还挺难受 就是啊 冥冥当中 过来总结 明冥当中 是上帝都帮了 胳膊一掐 就掐出来 能把肿瘤发现了 如果要 掐那一下呢 上帝不给你个 message 不给你个信息 你怎么就最后 就是说 你不能说 整个肺都 都宰除发 也不能说 整个肺 都手术发 越来越多 还不知道 没有任何感觉 转移到肺上 这不是上帝 给你个 message 对 嗯 对 结果 我后来 我后来 我说是上帝 给他了个信息 给你 来救你 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 对于我福真 所以我觉得 上帝啊 那个小兵啊 上帝是派周大哥 当你周围的天使 对 对 对 但是他也是你 上帝派给你的天使 所以你看你生病的时候 他这样子的 真的是旁边的 做菜 做饭 这样子 真的是蛮感人的 夫妻之间 对 脾气也好了 不发脾气了 他也不发脾气 也不敢发脾气了 你说是谁 你还是周大哥 我都不敢发脾气 以前为什么 还有点脾气 脾气啊 叫真啊 怎么怎么的 后来他有病 我脾气也改了 烟也戒了 脾气也改 嗯 他自己说 哎呀 我没想到 我还这么好 这个 这个就是化妆的祝福 对 神真的是 事后给你带来 不光你第二个生命 对 还给你这么多 你说烟戒了 一辈子都没戒 就竟然在这个时候戒 对 所以人家 给你这个信息 对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在过程中 谁的 你觉得谁的压力最大 我 他压力大 我压力大 谁痛苦 他的抑郁症 压力症之下 我压力大 他是属于那种 成熟痛苦 我是成熟折磨 不一样 这种凉书的很好 对 我第一个手术下来 然后就 Pose Energy 然后就慢慢醒来的时候 打过来 我就 很糊涂说 我后背一个大石头 在后边躺到一个大尖石头上 这这么疼 后背 压得我好疼啊 不知道自己手头就做 他这时候他就控制不了了 哭得不了了 就是这个感受不一样 我在说 你是承受痛苦 承受身体的痛苦 他更痛苦 是这种 他心疼 对 就是精神上的折磨 他们的亲人 更痛苦 两种苦 对 不一样 对 对 嗯 嗯 那是不一样 对 对 anyway we are survivor now 对 你好 谢谢你们的分享 很感动 嗯 这里有个问题啊 就是陈女士 能不能够再回忆一下 当时知道得病之后 心情是很绝望对不对 很定的对 后 对 那个时候很绝望 那在后来之后 心情有没有调整 因为我要问这个问题 主要 我的 我以我的经验去推 推判就是 一般病患 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 往往在觉得 绝望之际 他可能在饮食方面 心情方面都非常的低落 对 甚至于真的是毫无希望的时候 这个对心情 对病情可能会造成影响 我的感觉 所以我想陈女士可不可以回忆一下 当时 您的 您在知道之后 后面的这几个月 您在生活作息方面 是不是有 您还是维持在一定的一个水平 正常水平 生活习惯肯定要变 比双生饮食要更健康 原来就是 哎呦 没太注意 随便喜欢吃什么 就 比如说我放很多糖 在粥里放一大勺糖 这些一定要改 因为癌症喜欢 sugar嘛 甜的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 这肯定要改 然后我就做了很多 茶 医生也说 他说 那个病人之间 share 那个他说 用那个 绿叶的蔬菜和水果 一起 那个 变成 炸汁啊 变成汁和 ghost fiber 好多 纤维素 这样我经常喝那个 重新买了一个 那个 那个打汁的那个 这叫什么呢 打碎机 打碎机 然后 叫破壁机 破壁机 然后健康的绿叶 像broccoli啊 那个绿的 还有 那个 蓝莓啊 这些放在一起 像喝汁 每天喝 喝一些那个 一定是要改变 原来那个生活习惯 也是有的各方面 有点不健康那种 吃很多肥膩啊 等等 啊 是调整 那个 但是 在心肌方面呢 心肌方面 您怎么样自己去 疏导自己 让自己能够更想得开 有没有做这些 调整 哎呦 我 去 去教会 去了几次教会 然后 精神方面 精神方面 慢慢调整 好像 要接受事实 最早的先接受 最早是要接受 因为好长时间 不相信 怎么能 我怎么能 为什么是我 要接受 为什么我在癌症 我得了 你看我好好的人 每天上班 突然就来了 家里人也要接受 慢慢慢慢一段 长的时间 而且就是说 晚期 甚至有的医生说 你没有治吧 你就接受吧 反正自己也 我也得 接受 他也是 接受 然后 再去祷告 尽量就是说 一定要记着 不仅接受 那个事实 还要接受 能够治疗 就是 找到那个 好医院 好医生 然后听他们谈 那个 治疗的过程 和那个后果 尤其是 MD Anderson 上面写着 我们可以治愈他 我到那 心情一下火多了 对 到MD Anderson 一直我 就我总在哭 每天哭 到那就好一些 到那 一下子感觉 他说 我们能治愈他 这是慢慢的 一个过程 就是我知道 你的意思 首先接受 调整 咱们去治疗他 慢慢慢慢 看到新的地方 说治疗 你那个 不算什么 就是不行了 马上就死掉了 好像那个 我那个 大肠镜医生说 哎呀 你真的太多开心 你这不算 这一个什么样 就经过 跟医生谈话 然后 他给你很多希望 手术代表 也给你很多希望 他说你那个 没事啊 我可以手术 一般的是 好像自己 好多是不能手术 他说没问题 我给你手术 给你清得很干净 对 这慢慢慢慢就 有希望了 一线希望 好像我的心情 这样挑着一点过来 对 他这的大夫 不会说告诉你 没希望了 他不会的 他告诉你有希望 让你接受这个 心里边的那种感觉 不一样 接受治疗的时候 同时心情就在 逐渐的改变了 我是这么想的 对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 最后还是觉得 有希望 所以才会 在各方面的生活 才能够继续维持 一个正常的 一个状态 心情也不会 那么的绝望 对 对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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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很多 这种患者 他可能就是因为 太绝望了 所以他可能 吃也 也不吃 动也不动 整个都已经 几乎瘫痪了 而是 而他最后 最后的 不好的结果 就是因为 他绝望的关系 他站不起来 说的太对了 是不是有这种 说太对了 对 所以完全还是要靠自己 有得了这种 决症的时候 还是要靠自己 去治愈他 你自己要有信心 对 所以很多患者 是因为没有信心 最后是 就是 这股信心崩溃了 才会 崩溃了 一个不幸的 一个结果 对 尤其是 化疗阶段 那种痛苦 就 就痛不欲生了 扶着墙走 身体虚弱的厉害 他觉得 好像自己都觉得不行 实际上 慢慢恢复一下 还可以恢复 现在他的手的麻 都已经 经过三年以后 那手的麻木 才恢复过来 他 对 刚才你那问题 就是说 要有信心 你看他 医生告诉你 他说 我们可以对付他 可以治疗他 尤其是 大肠癌 我还有感觉 就是刚到 Emily Anson 你说这个问题 先生 我们在 8181住了 我手术的时候 住了一段 有一百多个 中国人当时 大家每天晚上 吃完饭 都出来 绕那小区 走路锻炼 大家互相说 每个人都是 癌症医病人 互相share说 你是什么癌症 我是什么癌症 好像大家这种 互相说自己的事情 也是一种 鼓励 互相的鼓励 我感觉我 就是跟他们在一起 也好一些 对 我相信这个的 对 像你们今天这样子分享 我相信也会鼓励很多人 虽然有很多人 他在听 他没有 没有 没有说话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鼓励 对 非常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是替朋友问 他在国内 今年45岁 刚查出来是 肠癌四期 然后他考虑是 有没有需要 还要到美国来治 然后费用是什么 这个 因为在国内 不太了解这边一切的对接 什么的 四季 这样说吧 在中国这种 化疗或者放疗 然后手术 中国都可以做 但是中国那个药物 放疗药 它毕竟有不同 它的药质量会差很多 它要是相同的话 那谁还来这赶 所以如果有经济上可以 对 可能是 鼓励对 鼓励还是来自 那他这个怎么找谁比较好的 比如去德州这个医院 他有专门联系的这个部门 或者是 有 那个MBN是有国际部门 国际部 专门 你带 我现在 我现在找一下电话 可以在 chad里头 或者你 你如果说可以上网去查 MD Anderson MD Anderson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查那个 他们的international office 对 那个上面就有电话跟联系方式 那你只要跟他联系 或者叫你的朋友 从中国直接打电话给他 然后如果说你的朋友 会讲一点英文 就跟他说 你要Chinese的interpreter 有人已经打进来 在chad里头 他们有中文的工作人员 哦 因为他们 prefer跟家 跟病人联系 哦 就直接找 只要跟他们接头以后 他们就 之后跟中文工作人员 就会跟他们联系 那他要什么给什么 这样就可以 好 他这个没有保险的话 费用方面 这个费用 我觉得你可能要去 跟Anderson联系以后再说 因为每个治疗的情况的费用不一样 他可能要前期的一个deposit 一个预测金 但是之后呢 可能就是要看他 你像那个小兵他们来是开刀嘛 那有些是他的病人的情况 要先化疗 先开刀 每个药的钱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费用是 我可以跟你讲的是很贵 没有保险之下很贵 而且贵的从国内比较的话 贵的很离谱 明白了 谢谢 那个小兵好像chat里头有几个 有一个人有问题 在聊天室里面呢 有人问说 请问你们过去 有没有做常规的肠镜 那有没有排便的问题 就是大便习惯 有没有突然改变 当你就是发现的这个病之前 我是无一种发现的 然后就这些症状我都没有 那你之前有做常规的大肠镜检查 就三年没做 没有 就第一次就 第一次做常规 2013年就发现 那个一级吗 这是第一次 然后后来 我刚才讲的时候 我说 我做常规的检查 常规的检查 他呢跟着去了 说也做 从来没做过 我说你也做一次吧 就这样做的第一次 就发现有不正常的 那个分 大便就有不正常的现象 这样才就查出来了 以前他们 以前没有 没正常做 那还有人问说 您觉得Emily Anderson的医生 和其他医院的医生 有什么不同 这我说吧 你说吧 他这个医生 从家属那个角度 能感觉出来 信心 他给你不少信心 给你希望 再一个 我感觉还是 有点迷信那种 像他的那种 就是 他的名气挺大吧 但是我相信 他的药物是一线 一线研究的 第一线的研究的药物 他确实是有 让你心里边 感到放心 他那个读片 在读那个CD啊 这些片子时候 也 也比以往我们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 读的细致 解释的比较清楚 他是专门有读片的 有不同 请问你们家有没有人有癌症的家族史 没有家族史 我爸爸是前列腺癌 都八十岁以后发现 对八十岁以后 但一段就算 我爸爸后来发现肺癌 但是死于心脏病 他也是九十岁才发现 对 就是在身体严重不好的情况下 才发现肺上出问题了 还是死于心脏病 不是死于肺癌 那您刚刚好像有提过说 您是最早是如何发现有肺癌的 不是肺癌 肠癌转到肺上 肺癌转过去 对 所以是去检查肺癌的时候 才发现 哦 他转成肺癌了 对 发现肺上有癌症 经过病理 化验 结果是 是肺癌转移到肺上 并不是肺上 肺癌 是肺癌 对 到那里 病种不一样 是是是 还有谁有问题吗 对 我觉得大家都很热络 因为这个讲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 对 是 嗯 哎呀我们好久这一回也 也 也不是一件什么 忍不住 就想你了 不容易啊 我觉得 小斌跟那个周大哥不容易 因为你们七年嘛 像我已经22年了 想到过程还是心里还是 是 还是还是有些 还是会掉眼泪的 对 想起来 还是会掉眼泪 对 我俩很少这样回忆 就这样 嗯 同行走一遍 我想问个问题 你能听得见吗 听得见 说吧 我就是说 他那个化疗以后 是不是便秘 我那个也是化疗以后 便秘很厉害 便秘很厉害 然后 就是非常大便 每次都是像养分一样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 呃 这样 是不是他 他是怎么样 最后克服啊 怎么样 我以前就变 我也有 不是他化疗之间 化疗后 也有偶尔不是很经常 但是好像他给我那种 就pepsi啊 那个用那个药 还有那个多喝那个 打那个科技机 每天喝几杯那个汁 果汁 嗯 果汁 果汁 你用打菜 蔬菜和水果的果汁 很有帮忙 对吧 对 有帮忙 我还有吃什么呢 好像干燥啊 不是很明显 偶尔的那样 然后就锻炼 出去走 走 开始走一段 你觉得能坚持多久 过来 然后越走越快 越走圈越多越多 你这个走锻炼 是唯一最好的 医生也 嗯 那所以你那个肺 一共动了两刀 左面一刀 右面一刀 对 在后面 这样大八字 这么长的大八 那个手术 要伸到里边去 不是肺癌 肯定 对 知道 转移到肺上 你那个是 就是大肠癌 转到肺 我那个情况呢 是 软肠癌 现在也转到肺 所以我也 好吃吗 对 我是软肠癌 然后又动了手术 然后又化疗 两年左右 然后现在转到肺了 也不疼 也不怎么样 然后就是一查 就是说已经转到肺 然后现在又开始化疗 所以我就是有点没信心了 但是听你这样一讲呢 就是觉得还是要有信心 就是接着化疗 但是就是化疗 有时候有点受不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样 那你医生没说给你肺部要手术吗 没有 他没有说要手术 他就是说 这个化疗 你可能一直要 好像那个化疗 就化到我要死那样 我就不知道 对 那个医生没有详细讲要做手术 所以我自己 好像觉得 好像肺 听他说好像肺是很难动手术呢 所以听你这样一讲 好像肺 肺部从背后面做的手术 对吧 对 也是就是 你们是后来转到那个肺的医生那边 还是在原来那个大肠的医生那边 大肠主要见他 然后他给介绍到手术医生就 两边两个一起见 每次去都两个都见 但最后 手术大夫 你跟他 手术大夫是肺 肺 心肺科 他是非常高级 肺专家 因为我那个 一开始的手术就是 卵巢癌是一个 男的印度人 那我就不知道以后要不要转 会不会在肺上再要做手术 但是现在我还是在 在那个就是 做卵巢那个手术医生那边看 他就是接着要我化疗 哦 那你就是 哪个医院呢 你在哪里 因为我也不 我在MDN的时候呢 哦 那你应该去一下 那你那么方便 去那个 Cardio Pulmonary 那个 心肺科那个 哎呀 四楼是几楼 主楼 去做一个Counsel 去看一下 找任何医生都好 把你那个片子 把你那个经历给他看 看他有没有别的计划 不要专听你那个 主要的那个 那个癌症 那个大夫 你看你那个 嗯 大肠大夫 马上就给转给 他马上给我介绍 那个女手术大夫 他有 有几个 所以可以自己 自己要求就是在 对 找一个其他医生 再看一看这样 对吧 对 你的保险不要 需要你那个 这个 就是OBGY 这个大夫 就是 因为你是冷潮癌嘛 你就自己去挂号 该做什么做 你要 一定要停 这个你不做 那你就挥合 要做一下 哦 反正我 我再 再做一两次化疗了 如果那个化疗 实在受不了 那我就是可以 再找一个 就是做肺的医生 在 在 同时在诊断一下 看他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就是一直老盯着 一个医生看 哦 陈女士 你好 你好你好 我现在回答一下 在这个方面 补充一下 MV Anderson 如果您是 原来的第一个癌症 是暖潮癌的话 然后呢 你后来 长了肿瘤 就发散 就是 延到 就是肺部 那这个呢 是确定是 从 卵巢癌 发展过去的 不是新的 另外一种癌症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个 卵巢癌的医生 会帮你 联络 这个肺部的 这个 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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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 治疗 您不需要 到 那个 Pulmonary Center 去 那个 Pulmonary Center 是给那些 还没有 发现 觉得有 suspicion 就是有 怀疑 可能是 有一些 肺部的 问题 那您 到 那个 地方 去 是这样子 在MV Anderson 是这样 治疗的 OK 那就是 我还是 就是 follow 原来 第一个 医生 的 因为如果 他真有 需要 他也是会 帮我 转到那边 去 是的 然后在 MV Anderson 里面 他们是 跟 他们是一个 multidisciplinary 所以这个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跟其他的 一些 部门 都联合 在一起 来跟你 分析 你的状况 然后一起 合作 来治疗 你的 你的疾病 因为我不太 清楚 他们的 医院 是怎么样 怎么样 内部 怎么样 因为有的 情况 就是比较 复杂 我就不知道 他们那边 是要我们 主动去 找另外的 医生 还是他 就是 听他的 他会 帮我 所以听你 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就是还是 还是跟着 原来的 医生 由他来 比较好 对 除非是说 您这个 这个发现 这个肿瘤 是另外一个 第二个 癌症 那他们 就是分开的 来治疗 对 因为他那个 病例 查出来 我们也不是 很清楚 对吧 因为看起来 就是像 因为我去看的时候 看起来 他就是说 好像是 原来 那个卵巢 癌的 那个细胞 还是就是 跑到肺里面 去 不是就像 人家 生肺癌 那样 就是一开始 就是肺癌 您可以直接 您可以直接 问您的 主治医师 您可以问他 我这个肺部的 这个肿瘤 是原来 那个卵巢癌 转移到这边 还是我第二种的 癌症 肺癌 要问清楚他 好 下一次 也许去问 再详细问一问 好 我可以 我讲 我想我们就 就回到陈小斌 他们好不好 谢谢你 那个刚刚那个问题 他说了对 那这个陈大姐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我父亲呢 他是 他是刚刚的 是5月15号 他做的 surgery 他是80岁 80岁左右 这个样子 他当时 跟他讲的是 就是t3 就是tumor 这个 这个number 是3 但是他那个 leaf nodes 是0 所以给他最后的 这个诊断的是 27 然后是 27的这个A 然后就是 色追做完了之后呢 他现在就是说 他当时的时候 说remove了 这个37个 这个leaf nodes 就是他可能就是 扫得非常干净 然后这个 这37个leaf nodes 他基本上都是negative 然后margin也是negative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就在 这个地方 天天的 这个在纠结 就是需不需要 再继续化疗 跟进一下 他在这个 他这个CEA number呢 在这个 做surgery之前 是4.5 然后两个礼拜以前 查是3.3 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 反正他这个年龄 这种情况 呃大夫反正就是说 大夫现在是不建议化疗 但是呃有的大夫 就是说不反对 呃就是说 不知道化疗会不会更 呃现在给他就是分析 他return的可能性 是15%左右 这个样子 他说化疗的话 也不一定就能 比这好哪去 但是我们现在 就不是很清楚 那根据您的这种经验 您觉得怎么样 现在不是有口服化疗药吗 口服的 他说的也是 你们那也在吃口服药吗 你父亲 没吃什么药都没吃 现在 嗯 口服的那个 这个 对问题打击挺轻的 对 这个不好说 你你的具体的case 然后但是我 在完美加斯手术之后 啊 我的医生 癌症医生给我开的口服化疗药 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挺好 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等等 而且你不用就在那个定点去啊 点滴啊等等 那些啊 好恐怖那些 就是回家吃完了药 三个月三个月 这样的 不到你问问 有没有口服药 是不是能够 有他有口服药 口服药 跟着那个对身体伤害不太严重 那个副作用好一点 但我对后 哎呀 不好说 我也不是 明白 那那个陈大姐 那我再问你一下 就是您后来 Zan Denderson的这个 呃就是抗冷的这个 medical oncologist 您有什么推荐的大夫吗 因为我们现在就从surg surgent这个地方做完了 就跟我们transfer到这个地方了 呃就是medical这边 这个大夫呢 他是一个clinical trial的这么一个大夫 他就是非常的注重这个research 呃他们可能也认为 我父亲这个病情不是特别厉害吧 就是也没有非常的 怎么说我们也能理解啊 因为的确 有很多病人可能比我父亲更严重 人家可能需要比较什么一些 那你有什么好的医生 就是您刚才讲 您刚才讲的对我特别有帮助啊 就是说你不要 就是盯住一个大夫不放 你可以换 那这种情况该怎么换呢 我们都我们也怕换了之后 人家觉得你这怎么样啊 难缠呀 我们也没好意思去问 但是怎么来换大夫呢 如果觉得这个大夫太注重research了 那我们还是比较 想注重这个treatment啊 你父亲也是肠癌吗 是呀 colon cancer吗 我那个大夫也很好 这种名字 得想一话 哎呀 突然呢我还想不起来 我有机会发给你 那好 好好好 他还上电视了前几下 是是是 是overman吗 不是 小胡子 年轻 现在 我的脑子 现在我花了以后 脑子 真是空白不好使 你有机会我会 那个官员社那个微信 在上面能看到哈 我还真没在 我是比较新的这个 但就是那个负责人都没有见过 对那我我您这样 您可以发给这个 我我那我 负责您加我一下可以吗 我待会我把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做 我来跟你chat 你加我微信 可不可以 哎好好好 那我来 我把微信打进来 你加我微信 我再 哎 要说他们 记得的话 再给我 再你再 哎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那现在那个 对我现在把他送出去 我的微信 那个 我们有一个调查表 那个 就今天的讲座的调查表 那个 Nantaly 可不可以打开呢 让大家稍微帮我们填一下 就是评估一下 然后刚刚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 那个 有一个人问说 Anderson接不接受 那个 Advantage的那个 保险 还是只接受 传统的 Traditional的 我们的了解 是Traditional的 Advantage 他不接 不接受 但是要 make sure哪一个 不接受 我觉得 要直接打电话 去Anderson 比较清楚 那个谁已经 Irene已经把那个 Anderson接受 哪些保险方案 在那个聊天室上 有link 你可以点进去看 看你的保险 没在里头 那原则上 我觉得 我印象中 他们Traditional 才收 Medicare Traditional 那个Advantage 那些 他不收 好 那 还没有 还没有别的问题 陈阿姨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喂 你好 那个 就是我父亲 现在在MD Anderson 治疗 那个肠癌 然后呢 他现在目前 是四期 但是好像 只有那个 化疗的选项 没有手术的选项 我因为进这个 meeting 有点晚了 所以可能漏听了 一部分 不知道您当时 可以手术进行 那个肺部手术之后 就治愈了这个癌症 当时的转移是 就是您是只有 转移到这个肺部 就是那个 腹腔膜那边 是没有转移的 是吗 是这个情况吗 对 我腹腔还是干净的 但是因为当时 肠的大肠手术的时候 Kaiser 他那个 不是癌症医生 他光是外科手术医生 当时就说 一定要看准 他就不太懂 他就做 肠子的时候一段吧 没有 你已经 那个淋巴没有清净 所以 跑到 肺上了 但是我肠子没有 你说的对 没有到肠子上 而是从那个 淋巴 系统 转到肺上的 所以说 只要把肺部的那边 清干净之后 就是您之后 也不需要 那个继续后续的化疗 那种了 就是等于根治的那种 口服化疗药 吃了一阵 口服化疗 吃了一阵之后 现在 相当于是 比如说多长时间 就没有治疗 就是等于 治愈的那种 是吗 我手术 两个手术之后 肺部手术 然后吃了 大概三个月的 口服化疗 然后在每次 就经常 就三周去一次 三周去一次 MD Anderson 然后 这些数据都很好 然后从那以后 再没吃到现在 这七年了 什么药也没吃 什么 什么也没有 哦 那真是太棒了 特别 特别为您感冒高兴 我父亲 他就是现在 因为转移到肝脏 和那个腐腔膜 所以好像 不能够手术 医生是这么说的 嗯 他现在目前 就是化疗 嗯 肝对 一样 我对肠癌 一个是转到肝 然后一个转到肺上 肺上 对 肝和肺 可能单独的话 还可以手术 但是他那个抚膜 好像是没有办法 进行手术的 因为他是一个 臂上全部都是那种 哦 嗯 那好 谢谢您 谢谢您 我是想问 平常有什么 健康注意的 就饮食啊 生活习惯啊 这些 饮食是 就是 多吃蔬菜水果 原来我就 很少吃水果蔬菜 就是吃肉很多 就是尽量 少一点 红肉 吃chicken 然后白肉 然后那个 豆腐啊 蛋白 糖 我原来就是 太吃太多的 那个白糖啊 那种最不好的东西 你可以 要洗完甜 可以用 它你会好一点 蜂蜜啊 然后健康吧 就是 多吃蔬菜水果 打汁 泼皮肌 然后锻炼 喝水 一定要保证一天喝 起码 八个小 花吧 就是 二厘不可能 就是尽量多喝 我现在就是 在外面 干活 种园子 种子 garden 做菜 锻炼的皮肤 黑黑的 就是 找事做 然后还出去上班了 我现在 就吹我护士 就给自己 天通满满的高兴 大概是这样 我是 谢谢田姐 感谢主 为你们祷告的平安 对 对 借 我 觉得